医病分流实施前的医院网生室 空间环境明显由于病医馆 除为北市仁爱医院网生室 徒医员王兴宜提供分享 医病分流后 台市立病医馆拜饭区空间狭小 一个十多坪的空间竟然容纳200多个台位 台北市医员王兴宜已经在议会民政部门质询 批评是并不符合人情人性 不只网生者的亲友来吊咽念香 难找排位 却排位区还禁止诵经 不能放照片 更是对死者不敬 违背民众的宗教信仰 王兴宜说 台北市市首都提供的病葬服务竟是如此水准 他已经接获不少陈情排位区空间狭小 相较过去医院提供了独立私密的往生室 显得阳春甚至还有部分往生者的排位 被以往临时搭建仅约一瓶的三宝架 王兴宜指出医病分流以前 医院往生室是允许诵经 但现在病医馆的排位区却不允许民众诵经 此外民众若要做期 办法是必须将排位一致礼厅或珍爱室进行 但得避开礼厅及珍爱室平常举办告别室的时间 提前三日申请遵用 且还未必能租得到 许多桑家只好将往生者的排位以往 并葬业者的会馆举办为零集定计仪式 王兴宜说台北市人口多和其他县市不同 民政局影响内政部反映台北市的情况 甚至北市可考虑修自治条例 不能让北市民委屈当二等公民 若是否仍无法满足桑家独立私密庄严的空间 可结合民间资源并辅导业者 让往生者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 民政局则表示会向中央反映此一情况 一并分流后 台市立并已管败饭区 空间狭小 时亭最多几两百个台位 图议员王兴宜提供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